报道台湾 你感知 今天就让我们来介绍 有关鸡人的吃灰和吃酒吧 大家感知啊 是如何鸡人的吃灰是鸡味 鸡味是鸡人市民 挑战出来的吃灰 它的会色严在 有很好的观传鸡蛋 因为鸡味的会期 为夏天到秋天 所以它也有百日红这个名字 另外 鸡味的会议 有平安幸福的艺术 再来就让我们来介绍 鸡人的吃酒 鸡肉 台湾的鸡肉 全身区大家都是赤色 母的母有稍稍等 它常常出现海花 河口 鸡味 鸡肉 鸡人港 目尽是最容易观察 清津 及幸福的地点 台湾的辣椒非常不怕人 是世界上最適合人类的面围 感谢大家收看 祝您快乐每一天 健康每一期